武汉克死瑞士 傅达人写诗预告 只有死 我可以决定怎么死 傅达人执行安乐死进入倒数时段 他5日表示 达人将在瑞士尊严执行绿灯安乐死 建国医生 他说保证不痛 向国人预告执行时间 我的痛苦 我自己的人权 我自己决定 据了解傅达人此次到瑞士 就是为了告诉世人 应该要让80岁以上老人 拥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 生命即将燃尽的他 每天都想要留给国人不同的话语 看到苏黎世的美景 更令他感慨万分 不能这样子啊 他在瑞士时间 丝毫深夜撰写一首新诗 题目是 克死苏黎世 诗中写道 谢主恩典 帮我造出美艳的兽衣和墓园 我来自台湾 为了公平 法治 自由 人权 克死苏黎世 也无憾 我爱台湾 朋友们 珍重再见 娱乐动新闻 年轻人奋斗向前 年老人 喜乐再见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